这里我们跟你说一下 这个咱们现场需要一个常用的参数输入 首先还是按菜单键 找到编程功能 点确定 找到写参数 再按确定 输入密码 07734 再确定 按B参数 在B参数里边我们用到的B01 也就是设定这个单位是公斤每小时 B02也就是咱这一台称的巨大量程 你需要输入一个500公斤 按输入500公斤 点确定 B03必须是在yes状态下 这个测速才会有效 B04 这一个值不能特别大 如果说是 几十万的话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需要可以先把它改成 三千或者是任何一个比较小的 一万以内的一个参数 然后点确定 这一个值是我们在进行速度校准完以后 一个自动保存的一个参数值 我们在平常使用过程中不需要去修改 这个B05 是我们这个称的额定速度 在我们校准完速度以后 上面会有一个额定速度 然后一个速度输入到这里边 假设里边是额定速度是0.34的话 咱们测出来的就直接输入0.34 B07 如果说咱们现场不需要中控 只需要键盘输入的话 把B07改成键盘 可以通过这个键 按input键进行上下分 进行修改键盘模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键盘改设定值 B09 传感器有效无效 这一个是称重的 这个也必须是yes 如果是no的话 称重传感器将不工作 B10 是Z1的累积单位 我们可以根据现场的使用情况进行修改 如果说把这个地方改成蹲 或者是一位小数点 改成两位小数点的蹲 改完以后 点确定 然后你可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Z1的单位变成蹲 两个小数点 如果说我们需要公斤的话 还按这个键进行参数修改 同样输入密码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密码有没有输错 也就是B10 我们刚才改成蹲了 两个小数点 现在还要改成公斤 两个小数点 解决定 我们稍后会看一下 Z1的单位是不是公斤 接下来 我们现场还需要输入一个C参数 咱们现在现场这一个秤 C参数里边 一定要输入洞窃 C03 就是我们测得皮带 钻医度的时间 假设是140秒 我们就输入140秒 C05 是我们这个传感器的量成 咱们现场的传感器是15公斤的 把这里输入15公斤 C06 也就是传感器的 这个台秤的有效称量段 咱们现场的是0.91 输入0.91 然后确定 C11 也是咱这个皮带的运转 皮带的总长度 现场的总长度是2.23米 在这里输入2.23 点确定 这样我们的C参数 已经输入完毕 接下来是一个D参数 D参数里边 我们要看D02 是我们效准参数 也就是我们效完成以后 就修改这一个值 现在是以假设 你现在效完成以后 找到的参数是1.2 直接按输入键 输入1.2 然后解确定 C04 是我们的一个皮重值 也就是我们在进行去皮操作以后 系统自动把这个皮重 保存到D04里边 这个我们一般不要去修改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参数已经设定完毕 刚才咱们把这个D10 Z1的累积单位改成攻击 两个小数点 现在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 我们进行 效冲操作 首先要把Z1给清零 Z1清零的话 我们要先按Clear键 再输入1 点确定 这时候Z1已经清零 我们清零的前提 必须是进行去过皮的 也就是Q值 必须是在零左右 现在这样的话 我说明我们这个皮重去的不是很干净 我们可以再次进行去皮 刚才我们进行时间转停 然后接着看 就是倒计时结束以后 上面会有一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一定要在1%以内 这个是和上一次的一个去皮对比 如果说去完皮以后 这个Q就是在正负零左右波动 波动很小的话 就算去皮OK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累积值的增长 来看一下你这个去皮是否正常 正常来说 我们这个在运转一个小时 我们如果说条件具备的话 可以让它运转一个小时 看这个一个小时以内 Z1的累积量是多少 假设说Z1的累积量是10公斤 我们用这个10公斤 去处理我们最大的量成 看这个误差是否超过0.5% 如果超过0.5% 那就对我们的累积中度有影响 像现在的话是没得到问题 我们可以进行再次清零 清零完以后我们进行消灯 我们在消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秤的秤凉段 咱们那个秤是一个平板 一定要不能超过这个平板 我们现在这个秤的是三个秤凉段 这三个秤凉段的话 是我们的有效秤凉范围 在我们放砝码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不能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对我们的积量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放 然后取砝码的话 一定要过有效秤凉段以后 才能取下码 一定要过这个地方 最好是让它自然下垂以后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累积量 这个时候仪表的累积量是1.62公斤 但是我们的实际累积量是4公斤 我们就用4公斤除以1.62 实际的物料重量 用刚才的实际物料重量4 除以以表的累积重量1.62 然后 找到参数 同样输入密码0734 找到 再点确定 第02 然后用这一个值 乘以乘这个第1.2 等于一个新的值 把这个值输入这里面 按输入键 然后点确定 返回 然后再次清零 再点确定 然后再次进行一次操作 销售 好 我们再次进行销售 还是放同样的物料 还是让这个物料进入自动下锤 是4公斤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码码 码码总重 这是5公斤的 5分之1 也就是1公斤 这两个是一样 同样是1公斤 也就是2公斤 这是也是1公斤 1公斤 总共是4公斤 也就是4公斤 这个地方也是4公斤 这说明我们的秤已经效准确了 我们就不用再次进行 如果说不放心的话 可以再次进行一次操作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流程 进行销售完毕 就可以进入的正常使用 我们现在进行销售了